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刚搬完家 搬家的一个全过程 我们是怎么从纽约这么长途跋涉搬到德州的 这是跨了好像有两千多英里 当然了,这个搬家不是我们自己搬的 我们是找了一个搬家公司 这是一个美国挺大的一个搬家,连锁的搬家公司 叫Pods,P-O-D-S 那么这个搬家公司呢,我觉得 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第一,它是不接触式的搬家 就是人家把这个集装箱送到你们家门口 然后呢,你可以慢慢搬 搬完了以后,你让它拉走 送到你的新的目的地 然后呢,你人不在家也没关系 它就放在你的车道上 然后呢,你就卸货 卸东西,卸完以后 它哪一天来就给你拉走了 第一,就是不接触 比较自由,时间比较灵活 第二个好处呢,就是 假如说你的这个新家 要是还没有落定 暂时还搬不进来 那么你可以在它的这个仓库里面 暂时的存储一段时间 如果一个月之内 它好像是不收费的 如果你超过了那个时间 一个月好像要收两三百块钱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好 因为我们当时搬过来以后 我们从纽约搬到休斯顿 搬过来以后,我们这边房子还没有落定 还没有过户暂时 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它那 储存了十几二十天 当然这十几二十天在这个合约期之内 所以就没有收费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挺好的 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好,那么我们先具体的来说一下 具体的一些操作 好,我们先打开这个Pox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你先在这个里面你注册一下 你看家庭搬家还是这个商业的搬家 然后你在里面输入你的这个邮政编码 你也可以先让它 就是你填完这些信息以后 先让它给你报个价 它大概会根据你就是AD的 就是搬出的这个邮政编码到搬入的邮政编码 它会给你大概的一个报价 我当时就给它做了一个预报 预报它报出来大概是三千多块钱 但是呢,实际最后我是花了四千多 一会儿我具体再跟大家说每个环节 那么我们先来啊,先登录 你在这个注册的时候 你要设置一个思维书的密码 PIN 然后呢,你每次登录的时候需要密码 或者你跟客服在沟通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你的邮箱地址 你的这个客户的单号 然后把你的密码 然后你告诉他 然后他可以在网上给你改 有时候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改 我呢,把这个账单我就给打出来了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单子 这个单子下单以后 其实我改了好多次 其实它有一点好处就是 当你比如说下单 先锁定比如说哪一天 要给你送这个箱子 但是呢,你如果说房子要是暂时还搬不走 你可以随时更改 我这里面呢,我好像更改了有 我更改了四五次 因为我当时那边卖房子 房子一直迟迟没有过户嘛 所以说呢,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改 这个改时间 只要当他的这个集装箱没有送到你家里之前 都是不收费的 所以说这个也还挺方便 然后呢,我是确定以后 我是第一次让他送来呢 是大概是在 10月5号 对,我是10月5号让他送来这个箱子 那天呢,他把这个箱子送来 他有一个要求啊 他送箱子给你的时候 我找出来看一下 他有一个要求 他要求你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集装箱要放在你的车道上 一般都是放在车道上 如果你要是放在你的这个马路上的话 或者你家门口那个马路上的话 他是需要你提供那个许可证的 你要去当地的那个local的这个管理部门 或者你的社区 或者你的那个town里面 要拿许可证 如果没有许可证 他不会把你放在那个大街上 因为他也怕麻烦到时候 一般放在车道上 是没问题的 自己家车道上 但是呢,他对车道有个要求 确保你有12英尺宽 15英尺高的一个进空间 包括要移动的街道 有40英尺 应该是这个长度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要检查 确保没有这个垂直的 这样旋垂下来的这个电线 跟一些其他的阻挡物 我当时下单的时候 我其实确定了 我们家车道 这个宽,高跟这个长 这都是符合的 都是放得下的 但是唯一有一点 就是我们那个原来那边 纽约长岛那边的房子 它有一个电线 是从街上拉到 我们家邻居那边 正好经过我们的那个车道 车道,我们车道前面的 那个地方 所以说当时这个车来的时候 那个电线其实是有点挡着的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 但是呢 后来他有他的办法 他拿了一个那个 好像晾衣杆一样的东西 挺长的 他把它给支起来 这样的话 车进来 这个如果说大家要上空 就是车道 停车的地方 上面有这个遮挡物的话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 如果说你要是上面车道上面有遮挡物 你要家里没有人 他给你箱子送来的时候 他没法放 他可能就开回去了 他的这个集装箱到了以后 当时呢 对了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集装箱呢 它是插销的 插完以后有一个钥匙 你可以在他的那个 POTS 他那个地方 你下单的时候 可以让他给你定一个钥匙 锁 我当时呢 他就花了12块钱 12刀 定了一个把他的这个专用的锁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活干的很糙 就是他那个锁拿过来以后啊 就是他那个锁孔 插完以后 有一个孔嘛 要把这个锁给挂进去 结果呢 那个孔小锁大 怎么挂都挂不进去 然后我就问那个 这个工作人员 然后他说 他给我示范一下 结果呢 他一挂 挂了半天也没挂进去 他说那你没办法 他说你得跟公司联系 我说我不要了 行吗 他说你只能跟公司联系 那我就拉倒吧 也就留着了那个锁 后来呢 我又自己上home地步去买了 那个两把锁 因为他左边右边有两个 你一定要买这个锁头 能够这个 这个能够插得进去的 否则会很麻烦 然后呢 他这个集中箱到了以后 我们就往里搬 我们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 每天搬一点 这样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集中箱 放在你的车道上了 你也不用着急 这个搬家公司呢 实际上的 他只负责运送 放在你这 箱子放在你这 你自己搬 搬完以后 你把门一锁 然后呢 他就给你拉走 然后呢 放到你新家 然后呢 你自己卸 他不帮你搬 不搬你这个具体的 这个搬 搬动东西 所以说呢 用这个搬家公司 自己还是要需要 耗费一些体力的 如果说呢 你要找那种 直接的给你搬家的 那些搬家公司 人家可能就把你 全部搬上去了 你是轻松了 但是呢 有一点 那个搬家公司 我觉得 唯一的一个不好的 就是比如说 他把你搬上去以后 运到你的新家 你新家要是没法卸货 那么你就没办法了 因为那种搬家公司 小搬家公司的话 个人的搬家公司的话 因为他的车 每天都是需要用的 他今天搬到你的新家 你一天不卸货 那他一天就不能挣钱了 他一天都没法干活了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他的缺陷吧 但是呢 这个POTS的缺陷 就是你得自己搬 你得自己 就是用你的劳力 其实还是挺累的 我们搬了七天 当时都搬的要疯掉了 都累的都不行了 在你让他送箱子来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确定好 哪天让他搬走 我们当时提前确定了 就七天以后让他搬走 然后七天的时候 他就来了 其实当他到我们的那个 搬出的这个家 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已经走了 我们人已经就是开车 我们已经往德州走了 所以说他来拉这个机动箱的时候 我们人已经不在那了 因为那房子 我们当时已经过完户了 已经不是我们的 但是这个没关系 他就给你拉走 好 拉走以后呢 大概好像有四五天吧 他就运到了这个 休斯顿 然后呢 因为我这边 休斯顿这边的房子 过户也一直迟迟不下来 然后我就在网上 我就告诉他 待定 你可以不确定时间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灵活的地方 然后当我这边的新房子 过户时间确定了 然后呢 我在网上 我再告诉他 我用的都是客服 我跟客服对话 我们当时呢 是11月3号 可以过户 约的可以过户 其实呢 我在提前 好几天 我就知道了 可以过户的时间 我就跟他确定 我说你11月3号过户 你能不能4号送来 但是呢 这不是美国的劳动力急缺吗 这个卡车司机也是非常紧缺 他说不行 他最早好像只有9号 就是大概约到了10天以后 他才能给你送来 所以说呢 我们也就只能接受了 他9号把箱子送到我们的新家 因为我们新家呢 车道比较宽 车道这个比较长宽 上面也没有阻挡 所以他进来就非常的方便 这个集装箱到了 这个架子就这样退出来了 然后呢 箱子就放在这儿了 我们当时是我当时要了五天的时间 好像 我就想五天 反正往下搬 比较轻松 就是五天 我们就 我们大概三天就搬完了 搬完以后 然后那五天 他就很准时的 那一天 他就把你的这个集装箱拉走了 行了 拉走了 正式拉走 这个集装箱 这就是一个搬家的全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POTS的这个好处就是非常的灵活 你不用受这个搬出或者搬入这个地方的这个时间上的局限 那我们下面来说一下这个收费 他当时给我报价的时候 他说 第一笔交易是把空箱子交到你的起始位置 再加上集装箱的租赁费用 还包括一万块钱的内容的保险吧 可能是保护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总金额是411.55 400多块钱 好 我看一下 我当时第一笔 没错 第一笔付的时候是452 那就差不多 就他把集装箱交给你的时候 你要付452 这个付钱呢 你可以在他后台绑一张信用卡就可以了 还是很方便 他自动会扣 然后后面每次的时候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要信用卡绑好了以后 他每次该扣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扣了 然后第二笔呢 他说接下来的费用将用于运输 这是为了让我们的集装箱运至 临你目的地最近的存储中心 这笔钱的金额是2038.84 2000多一点 但是这个具体的费用其实比那个要高出很多 他报的是2038 但是呢我最后实际上 花的是加上税的这个多少 付的是3403块钱 20003000多出了1000多块钱 然后呢就是你要存储啊 你如果要在他那存放的话 好像一个月得238好像应该是 当然这样的公司好像还有很多啊 因为我就找了这个POTS这一家 这个呢是刚刚搬完的一个过程 给大家一个分享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